获得国务卿提名的蓬佩奥访问朝鲜并与金正恩见面为川金会铺路 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此次会面为今后美朝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 关于这一次蓬佩奥与金正恩会面的内容 美国官方并没有给出太多的消息 只是说这次会面是给之后可能发生的川金会来铺路 那么川普总统也自己在推特上表示 说这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 而且双方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一次蓬佩奥与金正恩会面的内容 以及这一次会面的意义 美国之音韩语组的记者就此时采访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美朝政策的负责人斯科特斯奈德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次会面有史以来第一次使改善美朝关系成为可能 自从朝鲜建国以来 美国和朝鲜就是敌人 所以这次会面代表美朝关系本质可能出现巨大改变 这代表着朝鲜领导人数十年来的目标可能会实现 我们也要问在美朝关系缺乏体制性改变的前提下 这是否只是一个现正性的时刻 还是这预示着美朝关系将出现永久性的改变呢 是这一次秘密访问朝鲜的时 蓬佩奥在被提名作为国务卿之后 立刻就被安排的 那么至于为什么选择蓬佩奥作为这个人选呢 斯奈德也表示说曾经的克拉普他也是曾经到过朝鲜 蓬佩奥也是担任中情局的局长 所以川普政府选择蓬佩奥也是经过细心考虑的这样一个结果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